目前天刀手游的副本其实难度都不高 61级副本星月群岛也是 躲好技能提示就好了 不过这个副本BOSS技能强度明显 比之前的副本是高了许多 一旦没有躲好就很容易减缘 1号BOSS是曾经呼风唤雨的天龙号船长 轩辕不输 主要难点是台风需要分散开 持续的移动躲开 1号到2号BOSS的路上 有一个五音阵可以破解 就是按照月中柜的曲谱 绝伤止雨伤 按顺序赛点 正确破解不仅有个成就 还可以提升全队10%的攻击 2号BOSS是最新音乐 出城拔俗的幻海宗主神醉花 这个BOSS是最容易翻车的 要注意三个技能 1是最新幻境 随机选择庶民除了MT和治疗以外的玩家 进入幻境 玩家需要在幻境中摧毁最新花才可以脱离 还有一个是花疼乱 随机在玩家脚下出现最新花疼 造成压制和大量的伤害 花疼的伤害挺高的 一定要注意走位 还有一个是审醉花幻 审醉花释放多个幻影 同时释放大量的AOE技能 伤害很高 范围很广 治疗一定要留群家血技能 及时的恢复血量 以免造神简缘 三号BOSS是移花工前主人紫桑不瘦的足弟 连唐清风都得管他喊一声诗书 号称淡花少年 紫桑隐喻 要注意他的技能 玉石俱碎 会拉所有的玩家到BOSS的身边 便移动周围的巨石 碎裂后砸向玩家 要快速的移动 避开巨石的碎片 不然很容易被砸到 其他技能及时的躲开 不要在伤害的范围内就好了 否则大部分玩家都吃不消这个伤害 这个副本会掉落神品首饰打造材料 新月岛喊猪 还有弯血窟精装材料等等 60集后升级的节奏会缓慢许多 所以这个副本会伴随我们很久